從今年520以來 政府也針對護理人才的留任與投資 展開一連串的行動 第一 投資護理人力整備 過去這段時間 政府透過跨部會的合作 來推動護理人力政策整備 12項策略計畫 我要特別謝謝台灣護理協會 跟護理部 教育部 考試院 共同討論預財 留財的政策 我們要從教育 考試 聘用 職場環境 薪資改善的角度著手 來建立醫院護理留任正循環的機制 促進領造護理師職業的最大化 也讓台灣的護理人力發展 能夠接軌WHO的2030 全球醫事人力綱領